好,接著到下一套,其實我真的覺得,不是,我開始想著二季有什麼新的內容 但二季講的東西其實跟一季講的東西是差不多的 那當然啦,這套東西看內容是輸了的,我知道是 認真的就輸了 是啦,那我們接著講的那套就是free的二季 free的,這個是summer 冬季的夏季,我覺得是冬季的夏季的夏季 那就是要做四季啦,你就是告訴我 就是春夏秋冬的 四季名作啦,就是要成懷 那套東西,我不能接受 而且純粹是將人物關係變成正常,然後找多兩個奸角插進去 你的定義什麼叫正常 上一季呢,重江就是奸 那這一季回報本聖之後呢,有一個奸人出來 而那個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新角色阿中介,Sosuke 其實他是跟阿林 他是跟第一季的故事,青梅竹馬 兩個男人 不是啦,我覺得這個 男人什麼青梅竹馬呢? 你歧視了嗎? 我沒有歧視 這條,近期最喜歡的就是一條人形五宮 就是繼續的熱族 阿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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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瑤後面是真琴和阿林 阿瑤後面就是中介 那為什麼只有四個 剛剛好半人一拼,我覺得挺好的 那是什麼,五宮湯肚 你明白嗎?被人朝宮朱家說 我沒有看過說什麼 你在玩什麼 你剛才青梅竹馬呢? 你剛才青梅竹馬呢? 就是青梅竹馬呢? 阿瑤,阿瑤 阿瑤,阿瑤 阿瑤 阿瑤 不過你不要說,這次來的角色算是這樣 因為中介的角色,其實名字沒有那麼多 之前阿林 全部都是女性名字 五個女性名字 這次來的,至少外表也大大 男性比較多 男性 沒有肉 全部都是二頭一三頭肌 你不要說我這個 因為是阿江的關係 就是那個女性的關係 就是要看肌肉的問題 這次來,更加因為 就說了 因為她以前那個教... 就是教游水的位置 其實就開了一艘 就是賣了一艘船 重新開回她的游泳館 中間就要搞一些叫Event 例如玩肌肉 即是肌肉比賽 那個就很細 都要符合一個玩肌肉的原則 就是要有指標一些東西 加一些肌肉 第三集也都說阿江要去看肌肉 所以有一個叫做... 就是最後一個叫做... 就是校制 有一個叫大家 每個學部門同跑步 而游泳隊也都要脫下的上衣 在那邊拿出圍塵板去跑步 你不明白了 因為她已經規定了 每個部長自己的特色物去打 你不要管這件事 始終這套東西 首先Serve的是女性 對 正如... 你去這樣看這件事 它是一套肉飯 即是等於... 男肉飯 你要用一個肉飯的角度 去看這套作品 即是男版的銅劍 你看回那些女人 可能去泳裝 又可能去沙灘 都一樣了 男人是不明白的 這些不是男人的浪漫 OK 即是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用陶劍 我不會用陶劍 你給阿蘭 先講一下 即是我用一個河馬仔 比如陶劍 陶劍 那邊看女的 那邊有雞 那邊看兒子 那邊看兒子 那邊有鴨 這樣是不是 喂... 他經常都說什麼 用那隻鴨去做宣傳的嘛 你見不到嗎 他告訴你 你看這套是一套肉回來的 即是如果你這樣都不明白的話 那你是看錯動畫 那我們應該用什麼心情來看這套動畫 欣賞這套動畫 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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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矩機 古矩機 果然你說這一套 現在二季裏面 我很認真知道我這樣看會輸的東西 我不理你們 我講一下 冷靜 其實這套在上一季來說 基本上一出的原因 一看就知道 其實純粹是服務 我們這些 女性 基本上 而那個問題在於 我覺得 因為上季一直在說 阿林和阿堯 他們一直在說 比賽的 阿堯就覺得 這傢伙是口嚴體正直的 身體非常誠實 他見到的每次 尤其是二季裏面更加是 只要那傢伙追上去或者 接近他的時候 他就不停在那裡游 他是不想輸的 但這傢伙一直都說 我只是想游泳 你不介意 這傢伙是一個傲嬌 你這樣說 有一個肯定發動 肯定被真功夫 我覺得無所謂的 他在第二季會說明 將來畢業之後想做什麼 他之前第一季不用理這些東西 但他會來一來 他會做一個職業選手 還是繼續在家裡 賣肉供流算數 我這樣寫 我覺得沒問題 他這樣寫 可能會衝擊他們內心的 心理心宅 或者有些自然度 我無所謂 其實這個講過的問題 就是在第一季裡 其實阿林和阿堯 我們剛才講過的 根本性上他們兩個糾結的問題 是沒有解決過的 其實是 其實都是說分不了勝負的 他們最後都是分不了勝負的 你已經明白 阿林不妥阿堯的地方 就是阿堯那種心態 你又要游 你又要游 他沒有競爭性 你剛才說又要游 游 游 你想游什麼 阿堯他本身 你講得對 他很喜歡游泳 但他同時又沒有一個很競爭的心態 但是阿林 因為他比較好勝 比較喜歡贏的那種人 所以他會有時候 看阿堯很不順眼 即是阿林很緊張阿堯 其實很緊張阿堯 他的口戒就因為 好像欠不到阿林的那種青梅竹馬 就好像覺得阿堯是第三者 那就是一個生仔的故事 其實 何馬說這個其實是對的 某種意義上是對的 很老實說 如果你說說阿林 阿林的個案 其實阿林在第一季裡 贏過阿堯之後 但他也是念念不忘阿堯這個人 他經常都說 這個人是未出真功夫的 當然阿堯 其實阿堯的心 其實我出了真功夫 不過我唯有在樣子裡 沒什麼所謂 你以為我還未出真功夫 那我回來了 你贏了 然後阿林還是很在意他 然後他帶到第二季 然後就帶了一個新角色 阿忠介出來 阿忠介又覺得 他覺得阿林 是不應該停步在這個地方 他覺得 為什麼阿林會停步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是一個太在意的人 就是阿堯 所以其實 在第二季裡 阿忠介第一次跟阿堯說 叫他不要妨礙阿林 即是繼續向前 繼續向前邁進 對 然後阿堯 阿堯其實又說 其實 他也不知道什麼事 其實是說 其實那個新聞就說 哇 什麼事 你這句話 你應該跟阿林說 不應該跟我說 他覺得好像 為什麼你要把這個責任推到我 這個問題就等於什麼 這個人是一個很出色的殺人犯 然後這個殺人犯 有一個很在意很想殺死的人 但是他一直殺死人 都殺不到 然後跟著 作為一個同學 他跟那個 將要被殺 會想被殺的人 你不要妨礙他 你被他殺死 然後我就說 那不是 他不殺我 他殺我不到 現在是 這個問題不在於我 是在於他本人 嗯 而整套其實 是很久結於這三個人的關係 當然 你說第三集 即是出現 阿堯就見到 阿登琴 就打算阿玲去轉步 那阿玲去轉步 那時候 原來又是做一些故事 就說 原來阿玲不是的 原來只是跟田徑部那邊說 原來自己就不想回田徑部那些 那當然 阿玲呢 其實角色 我覺得沒什麼 其實一直以來 都是想做些事情 他是臭人數 記住 對 臭人數 其實好像進不到這個圈的範圍 但又要捏一閘給他 其實我覺得是重複第一季的事情 為何一閘給他 這些非正印的事情 始終都要放在 問題是 其實他第一季 我不知道 當時他可能是 因為他沒有想過 他不知道是否沒有想過 二季還是什麼 其實第一季 他們之間的恩怨情仇 其實是解決了 嗯嗯 可以說結局都算完美 第一季 即是男人的有情 即是有情 即是不可以用口說 要用心去領悟 我明白 心結 應該說心結解開 女人之間的日常都可以這樣說 我沒有說過不行 而你說其實二大二季的阿玲那邊 在他學四色游泳的時候 學了另外三色之後 他可以清化世界之前 然後其實阿中介對阿林 是為什麼這麼去幫其他人 他其實是覺得他不應該 再浪費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他應該是不停的 向前邁進 不過其實我的感覺上 就好像阿中介上獨佔阿林 那些事情 感覺上是有一種 而是好像 他連教靈去游那四色 都好像感覺到很不滿意 即是你看到他的樣子 沒什麼變動 其實感覺上好像有些 道火 有些感覺 有些道忌 你要中立一點 你要中立一點 你這樣看是很偏妥 你偏在腹那邊 好 阿中介看了林又才能 應該屈真在學校裡面 應該他出了職業選手的那條路 這樣就很明顯 這個事情 阿林又教對面學校敵人 你是多鯉魚的 你真是你變他 他那個角度 不是 他那個角度 不是 是覺得阿林 已經是 他好像他的口 在說他還是很重視 去打這個職業賽 但他浪費了很多時間 去做一些同職業賽 不會幫到他做職業賽的行為 所以他才擺著那個臭臉 就是讓我們看 其他人看不到 好像是 我覺得他是 cater這個問題 而 首當其中 阿堯是因為 對阿林來說 阿堯在他心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份量 嗯 從小到大已經是 所以你從第一集開始 就是阿林 是一直 他問阿堯和問問珍琴 他就說 你們究竟 想著畢業之後 打算怎樣 其實 阿林其實是很希望 聽到阿堯說 我會和你一起 去游泳 去向上發展 他是想聽到這個對話 想聽到 我愛你這三個字 是沒有分別的 你明白 不過就是 只是想說 我要游泳 就是攜手共進甲子園 類似這些故事 因為他向直援奔跑 或者 攜手盾向什麼房 其實你見到 Cater的關係 其實在第二季裡 其實他都 我覺得這件事 他記聲得挺清楚 阿林和阿瑞 其實這對手一定是不可拆的 所以其實阿林也很清楚 所以他經常向阿堯和珍琴 如果四個都是朋友 他其實沒有理由不問阿瑞 其實是 那個位置 但是 你見到 如果這個位置 現在的關係就是 這三個人是一個互動 然後現在 三個人是打不成麻雀 當然現在抽到一隻 中介的腳 就可以開得成麻雀 那邊就吵 那邊就 所以他加上角色是對的 金貴 其實這些角色永遠都是要加的 對 那邊也要多一個 阿瑞其實一直在 因為其實阿林那邊 除了是上季帶下來的那位的後輩 阿齒了 對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阿林的部長的弟弟 其實這邊 其實應該是甚麼呢 我覺得是阿瑞 阿蓮 還有那兩個 其實是那邊開台麻雀的 這裡 這台麻雀就是那邊的事 那台麻雀就是那邊的事 其實都不是三角關係 你會不會說阿齒了 他那個學弟 學弟 都很喜歡阿林 就是你看他經常會點著阿 這套東西 純拜 純拜 一分方法就好像很捨不得 這套東西唯一叫 讓我知道 性向是正常的人 是 就是部長的弟弟 哈哈 那唯一 沒有的 他真的發生 可能剪輯之後都會變成 變甚麼 你要明白 整個故事好像只有一個女學生 不知道為什麼 阿妹 只有阿妹 阿哥 只有阿妹 老師也算的 老師 對 有其他女學生在這裡 在運動會那裡 尖叫那些 所以 當然這個 不知道 但是你說故事裏面 其實如果他走向都是說 這個游泳 應該說 都是說比賽那件事 其實 我覺得真的 如果我真的要看下去 我會忘記了這件事 哈哈 你真是純粹看幾條仔 在那裡 大家 揮灑這個青春 揮灑榮水 汗水 或者 那就畢業了 好了 這個上述的一節 絕對是回應到某部份聽眾的話 今集不夠搞笑 好了 我們去下一部